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不得了不得了 妖让多时的大台小股东大联盟 今天终于真相大白了 最爆的是真相由策划者亲手揭破 自称大台小股东大联盟代表周毅强 竟然不请自来 强行出席TVB 的股东大会 可惜一直以大台小股东大联盟代表周毅强 原来没有持有TVB的股份 真相终于现形了 国王的新衣是否应该告一段落呢? 先看看TVB今天发出的声明 看看TVB官方的回应 针对今天股东大会现场有人事被拒入场一时 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于股东会前确认收到有关于 2023年5月31日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表格 以速递方式送达至申请人于表格上的地址 另外根据公司章程第88条 公司规定股东最多可以委任两名代理人出席大会并待期投票 鉴于申请人超越申请限额 以及无法验证授权委托表格 提交的三份代表表格因此被视为无效 不如接受参与今天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 即是最多两个代理人就离够三个 而且三张表格都不合资格 很厉害 不知道周毅强有没有报冬章 不过东章PUS 较早前已经出动 形容今日下五周年股东大会经验一鸣不促之下 发现此人原来不是真正股东 由于他所代表的股东填写的资料 与股东名册不符因此被他入场 据东章PUS 报导 周毅强曾经从事玩具行业 旗下的全企集团也曾经表示 要收购TVB 接近三成股权 最近他成立了一个名为大台小股东大联盟群组 并且多次公开发表不实的言论 今天他出现在TVB股东大会上 被发现并没有持有任何TVB股份 相信他并非所谓的大台小股东联盟里的真正小股东 至于所谓的授权代表 今天在股东名册上已证实 怀疑有不实之处 最后被拒于门外并由警方到场处理 奇怪啊 TVB 股价很贵吗 几元货 买一万多千都已经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小股东 为什么周毅强连这些小小的成本都不愿意给呢 难怪之前呼吁真正的TVB 小股东 原来是要借一些真正的股东授权 才可以出席股东大会 可惜连授权的问题天天都多 不知道有多少真正的TVB小股东 曾经将个人资料交给这个 没有持有TVB股份的大台小股东大联盟的代表 真的很担心他们的个人资料会被人怎样利用呢 有需要的人士请记下以下的电话号码 60886600 东章布料热线 喂?你打来啦? 不是呀 我哪有一直在等你 哎呀 发生什么事呢 一场又一场的大龙凤 到底周毅强和大台小股东大联盟 从中有什么得益呢 一直释出所谓旧TVB的良方 通通都是想TVB死的多 背后的原因实在是一个迷 真正拥有TVB股份的小股东 都希望TVB好 希望TVB的股价升 但大台小股东联盟一直动作多多 不单令TVB名誉受损 也令股价出现波动 绝对是不理正常的投资者和小股民 制造大波幅 帮中可以如何逃利呢 有请各方投资高手赐教 飞天爷爷就不敢胡说 大台小股东大联盟 除了打击了TVB的股价之外 也满足了一众TVB的黑粉 整件事背后既定的得益者是谁呢 会不会还有其他更不为人知的真相 周艺强绝对不是等闲之背 一个不是TVB股东的人 公然成立了大台小股东大联盟 更大摇大摆企图进入会场 出席TVB股东大会 他持住的到底是什么呢 除了那来的勇气 飞天爷爷都想不到一个合理理由 来说服自己了 国王的新衣真的不是人人可以穿得起 他一定是很好身材的 除了周艺强 背后还有什么人策划大台小股东大联盟 目的又是什么呢 自动献身这东西才有爆炸性 这才是真正的誓一 假如他今天不是强行 即是进场出席股东大会 谎话还可以一直说下去 今天是最后一击还是仍然有后着 麻烦东张西网帮忙 飞天爷爷就不介意你们推出一系列追访 不介意破了当年ATV解剖外星人的记录 解足一个星期都还没解剖外星人 又或者J2会不会开拍一个新的节目 即是哪里都有阴谋 还有哪里都有外星人之后 这一套哪里都有小股东 又或者开拍一个全新的混吉节目 请一日假去股东大会 再不是就是 威威威你说你是哪一个 即是来过2.0 威威威你说你是哪一个 不知你说你是小股东 明天星期四有方东星的好睡好起 皇上早点睡吧 门后我和小说明月观 望着眼望大门重开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吗? 有!来我另一个频道吧 是这样的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哦 Hello 我是飞天爷爷 一个写小说写专栏的作者 喜欢画画听歌看电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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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播剧 极度需要存在感和今次的车锅动 若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 不妨留言我频道吧 然后按下这个铃铃 下一次更新的话就会通知你了 最好帮我share出去介绍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